大家注意了,马齿馅是农村常见的一种野菜 懂它的人把它视如宝 不懂的人直接把它当作一根草 没想到把它和山楂搭配在一起 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隔背村98岁老奶奶吃了一辈子 马齿馅搭配山楂这道菜品不仅展示了食材的独特搭配 而且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使用 尤其是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 因为马齿馅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除了这些效果和作用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多用处 所以说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传统方法不能忘 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朋友在生活上遇到的大烦恼 视频看完之后同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 并且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包括你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一起跟着John Molly的镜头 具体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把山珊放入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接着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在下手把面粉搅拌化开 使它充分地溶解在水中 最后在下手把山珊抓洗干净 面粉的好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它能够有效地把山珊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还有脏东西吸附干净 因为山珊从采摘到晾晒和整个运输的过程中 难免会沾染到一些脏东西 所以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一下 里面的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看着十分的恶心 最后再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淘洗两遍 直到把里面的水洗至轻轻彻彻为止 山珊也是一种常见的好食材 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的特别的美味 像平时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 可以嚼上一两片山珊瞬间能打开你的味蕾 增加食欲和口感 然后重新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水的量加满一碗都可以 先让它在水中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能更好的泡出里面的味道 山珊的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 里面含有苹果酸酒石酸 吃腻了寡淡的大棚蔬菜 倒觉得野菜特别的有滋有味 就比如说我们农村常见的这种野菜叫做马齿馅 而且它的口感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的美味 营养价值也是蛮高的而且还有很多作用 懂它的人把它视如宝 不懂的人直接把它当作一根草 将马齿馅清洗干净之后 再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 这样不仅能方便出味道 也能减少煮制的时间 夏天天气比较炎热 我们要适量的吃上一些马齿馅 对身体的好处特别的多 最后再准备一小把洗干净的枸杞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可想而知枸杞的营养价值是多么的高 泡过之后的山楂里面的水明显比之前深多了 这也证明泡出了一些营养和口感 再把连同泡山楂的水一起倒入锅中 洗干净的马齿馅也加进来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 在这里千万不要用铁锅 用砂锅也可以 再给它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煮开 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 给它煮上15分钟左右 把山楂和马齿馅里面的营养成分 充分地煮出来 现在锅中的汤水明显比之前深多了 煮至成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再用漏勺把里面的残渣控水捞出来 因为营养已经充分地煮出来了 没必要再煮下去了 尽量给它捞得干净一些 这样食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冰糖 最好选择黄冰糖 白冰糖的营养价值没有黄冰糖的那么高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枸杞加进来 继续给它煮上一分钟左右 把冰糖煮至融化 枸杞一定要最后放如果煮至的时间太久的话 就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一分钟之后 像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 马齿馅山楂冰糖枸杞水就这样煮好了 把它稍微放凉之后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开喝了 以后再也不要买那些奶茶饮料喝了 把这款独特的汤水喝起来 好处真的是十根手指头多数不过来 经常喝一喝好处多多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朋友在生活上遇到的大烦恼 从小就看着我奶奶这样煮着喝 难怪她现在98岁了身体还是棒棒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点开我的主页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